所以说咱们菜单这个itom这个实体将通账这两个属性 这又该怎么做了 在咱们的这个 LeaderManuel是吧 SLI DE MD Manuel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里边都要做哪几样 这个 勾到函数咱们先不看 咱们可以先把这几个方法的这个 空方法先给写进去吧 对不对 咱们先来写进来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逐步去完善它 因为咱们 就是说如果有时候写程序 就是说一步想不全的话 咱们就可以通过这种 比如说通过先想策了这个功能 往里边构建这种空方法体的方法 然后再逐步的往里边填带嘛 这样的话你逐步一步一步写下去 你的路就会越来越清晰 对吧 这是咱们目前能想到的几个 它肯定要有的方法 好 然后 构建咱们的一个构造函数 对吧 那么现在 你来想象一下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这个 构造函数里边 你想象一下 你都需要传什么进来 至少 你最最低你能想到 它要把什么给传进来 数据咱们可以放在这个 比如说帮的例子 对不对 当然了 你刚才说传数据也是对的 你封章的构造函数里也可以 只要是我现在这个空间 没有通过这种方式 我是通过这种 Bound the list的方式 对吧 一般按照咱们那个 你记不记得 他们那个老是要传什么 对 content啊什么 但是咱们这里边 不传那个content 咱们这里边 需要用到什么 activity才要传进来 为什么呢 你传content 它的这个空间 你是找不成的 找不到的 你要操作这个菜单 你要先找那个什么 对不对 你要先把这个空间 你都得给找出来 对不对 加载出来 对不对 你要用activity里边的 find the view 方法去把空间找出来 对不对 所以说他要把activity 还有一个东西呢 我现在先不往里边放 一会儿咱们再往里边做 行吧 我一讲 因为这个东西 牵扯到一个什么呢 上次曾经你说 就是对于这个 回调还不太清楚 不太理解是吧 传出回调这个 对不对 今天做完这个空间之后 你就能清楚这个 传出回调到底多么有用 你知道吗 怎么在部类里边 又掉我子类的方法 它到底是怎么实践的 咱们今天都可以看一下 是吧 你既然传进来activity了 咱们肯定要进个编达 接收它吧 先把它给接收吧 还按咱们那几步基础的 那个结构的方法 咱们也要放进来 就是按照咱们 比较统一点的那种写法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这几个方法 还是按照这个来吧 对吧 咱们这里边要用到哪几个来 初始化变量 初始化view 初始化盐听器 还是这几个 对吧 把这个空方暂停放进来 再一几个之外 现在把它删除掉 是直接用格式化 然后啊 咱们要做哪几步来 要 你既然 你既然有listview 肯定还要有变量 存放它的这个数据源吧 对不对 那么咱们就再定义一个 再定义一个这个list 就叫叫什么 叫manning list 这个东西你能 存放你的这个数据源变量 另外一个呢 要有一个值存放 它这个是当前的状态 是打开还是关闭 这个值也要有 只有 因为你只有这个变量了 存放它当前是打开了 还是关闭 你这个open close 或者你这个开关这个 你才能控制它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也是m 咱们用 是否关闭了 还要有一个变量 要存放咱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 我给你打开看一下 我看一下这个 应该是 应该是这个布局 应该是它吧 你要给它 加载一个这个点击事件 对不对 还因为咱们在这里边 是点击之后 它会上下这会儿滑动 是吧 要再弄一个变量 把布局也存进来 这样的话 你可以随时找里边的空间 对吧 把这个布局也存进来 这个布局 那个布局是个相对布局 对吧 叫什么呀 这个叫 这里边暂时没定是吧 因为定了也会被覆盖掉 所以咱们 就叫 然后包咱们暂时 这个是咱们的空间 按照咱们的约定 还是用 LWY开头 这样的话 他一看 他一眼看到这个变量 就知道它是一个空间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 就要逐渐有这么几步了 呃 你在这里边要把它 全部给加载进去 这几个方向 对吧 然后这个初始化 这个实践也要执行 这样的话 只要他拥这个对象 这几个都要执行起来 然后 变量呢 要怎么弄呢 变量的话 应该是 Arily斯 它要看 用它 V 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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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3 3 然后你的这个是否打开关闭 你总的也得复制 对吧 咱们一开始这个状态 是否关闭这个状态是什么 对 然后要初始化这个 初始化这个 空间了 初始化它吧 对吧 它把布局初始化 这个时候 刚才你不是说 为什么要用activity 你不用activity 它不把布局强进来 你怎么成那些什么 对不对 ID应该用谁 咱们当时定的是哪 这个名字 还打了有点错 我得改一下 我看名字是 打错了 应该是在 这个里边 不对 是在那个man里边 man 应该是它吧 对不对 这个还om应该是 对吧 你应该用它的ID 因为它的ID会把那个 会把他这个给覆盖掉 对吧 所以说你这里边 定了ID 它给它覆盖掉 然后直接用这样 然后直接用这样 这样就可以 这个man 还要改个地方 不计 下边这点也得改 生成 要转换一下是吧 好 这个时候 这几样变量 然后呢 初始化它的这个 该初始化这个监听器了吧 咱们初始化哪几个呢 这里边的这几个空架 应该是只要 只要点击了 都应该把菜单给打开吧 是不是 所以说咱们要 接着找空架 接着给它付 接着打了 这几个空架名字叫什么呀 应该是Btn 可以 你给那个 因为 你不要的 做一个给你 事件 也可以 但是 因为我 当时付的时候 直接两个都给付了 我怕它这个事件 会相互覆盖 有就盘不到 不过这没事 咱们可以试一下 因为我当时付的时候 是直接两个都给付了 直接 那就 那就用这个 直接设置算 然后 这个事件呢 咱们在下面 再封装一个 那个什么 Uncliff 不直接写到 写到那里边 咱们再弄一个 那股类 这应该是哪个 你看是啥吧 是吧 然后这个试价要 怎么控制呢 咱们先 先把这个机器给它封装来 没有一个 这个吧 事件也给它附上了 然后这些 然后打开和关闭 是不是 打开的话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要动态的生成 动态的调整 那个布局了 还用咱们那个 这个吧 又该用到这个了吧 是不是 打开了 打开了参数应该就查什么 如果是打开了 这个东西 你点打开了应该传什么参数应该 嗯 对啊 这时候它是不是就 撑满整个这个负荣器了 对吧 就把它撑满了 对吧 好 咱们把这个打进去 我们这边算了 还是 还是 是吧 把这个 打开的话就填充满了 对不对 总开始跳什么 然后把这个 还要签一个 它的这个 规则 填什么规则 它是不是应该 居于某个空间的 下部 其实哪个空间 对吧 拆出 报告 我看 我看一下 有什么偏差 然后咱们再往里边 再往里边 我们这个是要放在这个下边 你点上去滑了之后是放到这个菜头下边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用它的这个ID 就在它之后 你不能填充了之后 你把菜也就遮没了 对吧 咱们那个ID定的是什么呀 好像没定是不是 我先来看一下 拖不开头吧 因为咱是英特路的包进来了 哦 用外边那个也行 外边那个ID咱们已经定过 应该是英特路的菜头 用这个吧 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这个英特路 在它的这个后边 然后呢 要把这个参数给它放进去了 MLY 这个吧 设置它的 布局参数 这样的话 它就展开了 展开之后 还有一步动作 要干 要干嘛 你刚才定了这个 你是不是要改了 对不对 你现在已经展开了 是否关闭 是不是应该变成false 要不然你一会儿 怎么控制它开关呢 你点了 你不知道开还是关了 你不保存一个变量 对不对 然后该close了吧 close的话 咱们直接 直接复制过来 用算了 啊 这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把它这个参数给改一下 就完事了 嗯 这个要改的话 应该是把它改成 它这个 它是个人 就是 对不对